效果文化应该是完蛋了 所以李旦的名字起得不好 特别开心House被立案调查 效果被罚千万 但是真正幸运的是李雪芹 完美躲过两个人生转折的大坑 一个是吴亦凡 李雪芹虽然因为喊话他被关注爆火 之后没有强互动 吴亦凡犯罪他自身的行为 好险啊 如果当时哪怕走得再近一点 洗都洗不掉 再一个就是这个House 公然侮辱解放军志愿军 不是蠢就是坏 想红想财富自由而口无遮拦 下场就是这样 回想起脱口秀演员赵小慧的调侃 也成为现实了 现在想起来他没有加入效果文化 是非常明智的 李雪芹也是 当初李雪芹没有加入效果文化 除了他自己有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外 其实大公司诱惑非常大 而且脱口秀当时如日中天 李雪芹也是爆火阶段 但是他没有选择加入 而是坚定自己内容创作短视频 破圈进入其他综艺节目 脱口秀大会三绝对天花板 自己做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吃现成的饭 就是当你厄运来辣的时候 你没躲 好运来辣撞满怀 人生啊就是这么兜兜转转 加油李雪芹 另外王建国差不多的了 该出来溜达溜达 在这几天时间中 效果文化几乎可以说是经历了 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转变 曾经那些因为光环而被掩盖的 丑恶嘴脸也一一浮现 在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 杨兰作为领校员 曾经一本正经地问李旦 调侃是不是应该有标准 有些内容是不能拿来被调侃的 而李旦却回答说 没有标准 好笑就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